最佳人情獎 才是金鐘獎最大的贏家 做節目不給觀眾看 難道是給鬼看嗎 九年通通沒有得獎 一跟別人做節目 代表我讓你委屈了 我讓你委屈了 不要講這種話 你不只害了他 你也害了我 我去死一死算啦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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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No 歡迎收看 綜藝大熱愛 Are you 我要看漢典她的餐也很歡笑 對 恭喜LuLu得獎 Yeah 那這樣點點怎麼辦呢 沒有問題啦 但是我們會再接一下 你幹嘛傳探訪 沒有 沒有怎麼可能傳探訪 我很恭喜啊 我叫得很開心 好像我自己得獎 我們這次是彼此相愛 我一下傳的第一個訊息 漢典跟選擇 然後我也跟那個嬌嬌 示意了說不好意思 講你們節目什麼什麼 我已經自己說 I'm sorry 但是已經無法挽回回事 大家都這樣 我覺得人氣獎這個獎項啊 對我個人來講 是最大的一個啟發 我也非常感謝 有這個獎我就夠了 你一定要讓觀眾去投票嘛 觀眾才是我們的天啊 對不對 我們真正的衣食父母是他們 做節目不給觀眾看 難道是給鬼看嗎 這個很重要嘛 最佳人情獎 才是金鐘獎最大的贏家 Yeah 好 LuLu為什麼反對 我哪有反對 你幹嘛 對這次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真的是我們一票一票拉出來的 在這邊很感謝我老婆 最後一天還幫我們真的是 直播沖一下票數 真的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對對對 然後也要感謝就是來過的 就是所有的藝人朋友們 然後因為他們都很挺我們 所以他們也有就是 陸續幫我們拉票 轉發 所以這個獎真的是屬於大家的 謝謝大家 所以我們要真心的跟我們所有觀眾朋友說一聲 我愛你們 愛你們愛你們 觀眾朋友謝謝你們 那大熱門的我幫他們講幾句話 對 我在這裡鄭重的 讓下一屆的評審拿出良心來 綜藝大熱門這個節目 是台灣唯一剩下來的傳統綜藝 沒有了 但是這個才是台灣文化最主要的主軸 到底 沒事 謝謝 謝謝 他們只贏小S他們一票 謝謝 他們只贏小S他們一票 意思說我們連第二名都沒有 中央太危險 你不要聽 你不要聽 非常危險 怎麼樂 一個隱喻啦 你看你跟我做大熱門 九年通通沒有得獎 一跟別人做節目 然後跟大熱門還同場競竹 大熱門掛掉了 代表我讓你委屈了 真的太危險 不要講這種話 你不要 一定是我害了你 LuLu你早就該得獎了啦 憲哥你不要這樣講啦 憲哥你講這種話 你不只害了他 你害了我 我這樣太危險 我去死一死算啦 我有聽到一些耳語 我們綜藝人都不敬業 應該從頭做到尾 不對的 各位 綜藝節目的製作 我們是日常生活 每天都有 但是戲劇節目 很可能這個導演 今年只導了這一部 你不從頭做到尾 你要做到哪裡 我們是這麼多個節目 我沒入圍這一項的 我去關心這一項誰得獎嗎 我們不是對他能感 我們沒得獎 我們痛苦的要命 所以不要誤會 然後呢 套一句老話講 不管誰得獎 誰入圍 誰得獎 我們誰都高興 我還是要強調 因為這一個獎 不叫金鐘獎 這叫 我告訴你喔 你脖子夠硬了 你就乾脆 明年都不要改 我就說我佩服你 今天沒有戲劇人馬 對我們來講喔 也是冷掉了一半 明天再看戲劇的部分 比較沒有綜藝人 是不是也會深冷了一點呢 應該是互相疲襯的 你們要做害怕太長的話 你應該就是今天的下午2點就開始 把它改回來吧 但人氣獎要放到後面一點 因為它代表的是 唯能代表觀眾的 其他對不對 比如說拿納稅人的錢來拍戲的 沒有收視率壓力的 誰人 哪一危險